马来西亚广阔的海域中,住着这样一群人,他们是巴饶族人,他们与海洋的关系非常密切,以至于几乎从没离开大海。 据说在很久以前,马来西亚的公主被大洪水冲走,她的父亲沉浸在失去爱女的痛苦中,然后派起了一队人马去寻找自己的女儿,并下令只有找到公主才能返回。 不然格杀勿论,这群部下自然无法完成任务,只好留在海里,成为了巴饶族人的祖先。 巴饶族人生活的海域跨越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印尼等六个国家,是地球上海洋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。 这里有全球约百分之七十六的珊瑚和岩角鱼类,还有拉丁、乳根等诸多珍稀动物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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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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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